阵言上人醒脚今天早上在慈济关渡园区 再度对于慈济人以及慈济各置业体的同仁们 对于这一次的八八水灾救灾的努力、毅力表示感恩以及赞叹 并且接见了经济部的常务次长黄虫球 说明慈济未来提供灾区乡亲永久住宅 才能够让乡亲真正的安心安身 让受伤的大地有机会休养生息 而知名艺术大师朱明也共襄盛举 投入了这一次灾区的赈灾活动 早上由他的夫人和媳妇代表面见上人 希望能够捐出手中六十多件价值五千万的作品意卖 提供给慈济赈灾之用 怎么看这个影像来说的话都是蛮严重的 透过气象专家彭启明的报告和卫星照片 看到南部山区土地崩落山林流失 让正言上人看了相当不舍 毁坏的大地真的该好好休养生息 会见经济部常务次长黄虫球 上人再次说明慈济为了大地和灾区的乡亲 有必要提供真正安全的永久住宅 就连乡亲日后可透过平地农耕 手工艺的方式维持生计上人也都想到了 缜密完整的规划让次长相当赞叹 可以如何就地就让他可以有就业 可以有生活没有问题 同时考虑到整个环境的生态 国内知名艺术大师朱明也由他的夫人和媳妇代表面见上人 希望投入慈激赠灾 为灾区乡亲掠尽棉薄之力 这次他就准备大概61届的作品 然后总价值大概5000万 可以让很多很多灾后重建的工作 可以顺利地进行 所以这就是一个艺术家小小的一个心意 外界对乡亲的关心持续涌入 让证言上人很欣慰 上人更感恩 慈激之工和各置业体同仁 在风灾过后对乡亲的无私付出 到现在志工们依旧持续投入灾区防疫 和后续的重建安置 慈激人要用爱与智慧 抚平伤痛和灾难 大爱秀来自李明华特别报道